艺术品和藏家之间的关系 冥冥之中都有天意 大的收藏家 你像马维都先生 翟建民先生 张忠献先生 他们在自己的收藏过程当中 都承认自己和那些重要藏品之间的缘分 只有和艺术有缘分的那些藏家 才能享受到艺术给他带来的名誉和财富 这种惯例在各种文化中揭燃 而那些不尊重艺术 和艺术没有缘分的人 你也就享受不了艺术带来的这种名誉和财富 我们天津著名的作家冯继才先生 曾经写过一部小说 就是意大利小提琴 说的就是在文革时期 一个下放的音乐学院的教师 在一个农民家中 就发现了一把名贵的 意大利一个著名的制琴师 制成的一把小提琴 他当时就想把这把小提琴买下来 但那个年代 没有人身上有多少钱 结果那个农民就找他要了60块钱 可能是我忘了 那部小说我看了好几十年了 只是有个印象 后来这老师就答应了 那个农民一看这老师答应的这么痛快 他就给这小提琴又加价 可能是最后那把小提琴 加到了200块钱 大概是你想在文革期间那200块钱 对一个普通人来讲 那就是一笔巨款了 当时这个老师身上也没带这么多钱 就跟他约定说回去给他拿钱 回来买这把琴 然后取这把琴 双方约好了以后 这个老师赶紧就回去 找别人借 动拼稀凑的给他凑足了这200块钱 回来拿他这把琴 到转天这位老师回到这农民家里的时候 结果这农民把那琴拿出来 这老师看完就惊呆了 因为那农民为了给那小提琴多卖点钱 连夜把那小提琴从上到下上了一遍白漆 把那琴的所有的音色全给破坏了 一把名贵的意大利小提琴呢 就这样毁在了一个没有文化 就是对这种文化艺术完全视为是一种谋财的手段 到最后啊自己也没赚到这钱呢 还毁坏了文化和艺术 这把琴就从此的报废了 第二个故事啊 就是法国的作家莫波桑 曾经写过的那篇著名的小说项链 就是一个女人啊 为了贪图虚荣 出席一个聚会的时候 找人家邻居借了一副项链 结果在参加聚会之后啊 把这副项链弄丢了 结果呢就终身做苦工啊 来还债 还这块项链 直到若干年之后啊 才知道当初人家邻居借给他那项链 根本就不是真的 是一串赝品的那个项链 他就为了这点虚荣啊 就是耗费了大半生的精力啊 来还这种孽债 冯继才先生那个小说当中啊 那个给小提琴刷漆的那个农民呢 那是出于贪婪 因为贪婪啊 而毁坏和糟蹋了艺术品 并且自己呢 最终也没有享受到这种艺术品 给他带来的财富 那法国莫波桑说的那个女人呢 那就完全是出于虚荣 这两个故事啊 都鲜明的说出了同一个道理 就是当一个人啊 他如果用贪婪和虚荣的心理 去面对艺术的时候 他不但得不到艺术 给他带来的名誉和财富 他可能还要受到惩罚 因为人的心灵啊 如果他不纯净 他就没有办法啊 客观的去审视 和观察这些艺术品 那当然他就不可能做出那种冷静理智的判断 其实这种在现实当中啊 不尊重艺术把到手的艺术品啊 因为不懂不理解又重新放飞的例子 不胜美举 可以说呀 这些年我经历的别人送漏的那例子啊 远比我捡漏的那例子要多 这些送漏的藏家呀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不关注这件艺术品本身 而关注它深厚的价值 当他自己认为啊 他不能实现那种经济价值的时候 就把这些东西啊 轻易的出手了 而且不少藏家呀 由于在收藏过程当中执念太深呢 使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啊 有时候也处于那种癫狂的状态 主要就表现为啊 丧失了那种正常的思维和判断能力 大喜大悲啊 情绪极不稳定 你比如啊 我最害怕的就是两口子一起啊 拿一件东西让我看 这东西要是对了 两人马上大喜过望 那东西不对 马上两人就反目成仇 当面就发生那种口角冲突啊 就这样的例子 我经历了好几次 还有的藏家呀 出现偏执和强迫症的那种症状 你比如我那节目下面啊 有的那观众啊 不同意我的观点呢 你比如你要不同意观点 你就别看了就完了 哎还不行 他越不同意那观点呢 他还美极必看 越看越生气 然后就在底下留言呢 就无言会语的 你让他走啊 我有几次轰他们 你们就不愿意看就别看了 你非在这折磨自己干嘛呢 你不同意我说的这个观点 你就别看了 自己虐待自己 每天都来 每天都看 看完了在这就跟发狂躁症一样 这可能啊 就是由于啊 就是我说的一些方法和观点呢 和他自己的那些东西不吻合呀 可能他就出现这症状 就是昨天我发布那个陪朋友啊 去那个保利送拍那个节目之后啊 就有一个这个我的那观众啊 他平常啊 就爱在我那节目下面啊 就是留言啊 就攻击我呀 什么的 说一些这个他自己啊 就是胡言乱语吧 结果那天看我那期节目啊 送拍没有成功啊 哎呦 可把他美坏了 留完言之后啊 两小时之后 又回来 感觉到一遥为尽啊 又开始留 又留了好几条 就那几条留言加在一块 我看到字数 能写一篇文章了 名字叫小虎啊 其实那心里脆弱的 连小猫都不如 还有一次啊 我在那个抖音的那个推荐页啊 看一个主播在那讲课 可能就是讲那个 瓷器鉴定的 他举着一件东西啊 当时那个 首页还没有声音 我进他那直播间听听 结果我就进去了 进去以后啊 可能现在我这个频道啊 在网上也有不少朋友关注 结果有的朋友就在那个 他那直播间里跟我打招呼 说明侦探老师来了 欢迎欢迎 他得一看我进来啊 他就非得让我 新来的人必须关注我 就是你不要在我这蹭课白听 马上关注 我这还没反应过神来了 他就把我从直播间里给踢出来了 凡此种种吧 就是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这些事啊 就都让人觉得呀 就是艺术确实是一种奢侈品 它确实不是每个人呢 都能享受它的 艺术的本质啊 就是人的技巧 意愿和想象力 以及它的这种经验等综合人为因素的一种表现 利用这些综合的因素啊 创造带有美感和美学价值的这些东西 因此你如果想欣赏艺术 那你也需要技巧 意愿和想象力以及经验 而如果藏家 如果他不理解艺术是围绕人的 也就是艺术品 包括各种的艺术表现形式 必须是由人直接表达出来的 他不能借助工具 包括机器设备 来进行这个辅助的这种帮助啊 创造的这些作品呢 那你就不可能啊 真正的在这个现实当中 找到那些杰出的那些作品 而如果把艺术简单的理解为真伪 或者说艺术背后的那种经济价值 那这种浅薄的思维啊 就会使藏家远离艺术 因而他也就无法享受到 艺术给他带来的享受 以及带来的这些名誉财富 和艺术应该给予他的各种的奖励